新加坡气候研究中心警告 全球气候持续变暖 对于像我国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来说 影响将会更加显著 全球气候暖化问题要是没有减缓 今后极端天气事件将变得更加频密 东南亚地区的平均雨量可能增加 从而引发更多洪灾 干旱发生的频率也可能更多 极端天气现象还将随着气温每上升 以摄氏度而加剧 全球平均海平面也在加速上升 这个世纪内将上升介于0.3米到1米之间 这将对地势低洼国家 例如我国造成更大的影响 气候研究中心正在研究这份报告 并将使用联合国气候小组报告中的气候模型 对我国和本区域未来气候进行预测 对于有名学党的感动中心正在 horror中的感动中心却来自行预测 感谢观看